大家早晨 我是 Alex Jones 我來自 Ben Meijer 公司 今天很高興來到 麥串馬出產陸友 最大的地方,達門 我現在站在我身邊的 就是達門出名高精陸友園的公主 善先生 善濤金先生 今天我們要來這裡幫你做一個採訪簡單 就想了解一下 先生,你用開我們 司馬的肥大約有多長時間? 應該是十年上下 十年上下 你主要是用我們哪一個品牌? 這個 一般上來叫子肥 子肥 子肥就是我們的 Nitroposca Profect 所以它的NPK是 15,520 對 對 先生,你用了十年來 你對於這個產品 有什麼特別的見解? 很簡單 我的工人 經常交代 不要亂用肥 一定會用這個肥 什麼理由呢? 它生產的數量 相當令我滿意 同時 它的成熟率 平均 它的質量不會有高有低 到最後 還是清甜多質 還是清甜多質 如果你一旦放肥不適 這個肥大肥 就不會保持這個水準 在於種植肥大肥 最重要的是 你們要注重什麼 是它的顏色 甜度 重量 這樣 這個子肥對於這三點 有沒有幫助? 也有幫助 我感覺到 是怎樣 也有 不會快熟 不會快熟 不會過火 熟了之後 不是快熟 熟了之後 保持它的水準 一下子就不會 老化 乾渣 到你摘到最後的時候 它都是清甜多質的 將 比較耐放 耐打眼 耐打眼 這個也是 對於你做出口的 很大的幫助 尤其是潛酸油 沙田油 它的色素很漂亮 很夠熟 很夠熟 你所謂的色素 就是這樣 好 好 如果是說你的肥不對 就很慘 尤其是沙田油 這個是沙田油 好 OK 對於這個產品 你們的用法 通常是怎樣用法 收鴉前 過一陣子 過一陣子 到火仔後 大概是一顆 一顆 橙這麼大 不降一塊 到達三十八千的時候 就降一塊 一年是三百到四百 但每一次是多少基礎 對 你的樹有大棵 好像那些四十年樹 一般上看的果 三幾年做五幾年 哦 平均上 你對於 你熔開這十年 這個產品 有沒有說 它有時 熔過涼開 會導致你的泥土酸質 很硬 很硬 那我們現在 看看 那個滅得 剛剛我們 剛剛 這樣 放進去 現在的泥質 泥質 是 6.2 6.2 6.2 很漂亮 證明是很中和 不會說酸性多 不會說 導致你的泥土 沒有酸性 一般上 我們最大的 困擾就是 酸性多 泥土酸性高 泥土酸性高 會導致你的樹 有什麼傷害 醃沒有那麼漂亮 醃沒有那麼漂亮 酸性多 果不夠大 果不夠大 不夠這麼清甜 哦 好像現在我這一粒 是你這個軟出彩的 甜酸油 甜酸油 尺寸是這麼大 比我面大 有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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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酸油 現在最吃香的也有 最吃香的也有 OK 多謝你 先生 一直的支持 多謝